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的幹部就是匪幹 解放軍就是匪軍 中共特務就叫匪碟 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者 父匪分子 共匪 信口癡和 笑罵猶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毓民 向低致苟喊說筆 My Radio 17年內 不改初衷始終如一 全新一輯《毓民踢爆之說文解誌》 逢星期五晚上首播 敬請訂閱My Radio YouTube頻道 並且付費支持 令你耳聰目鳴的網台節目 多謝大家 押空發功 押忿踩場 現在同時 否釋政治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17日 星期一 現在是晚上的十點鐘 押忿踩場正式開始 最近這幾天 其實在上星期到現在 這幾天 有兩場很重要的 國際峰會召開 當然這些所謂的峰會 行禮如宜 但也會發一些聯合聲明 大家所關心的重大問題 發一個聯合聲明 是這樣的 今次這兩個主要的國際大Party 一個就是G7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上個星期 十三號的時候 在意大利 意大利 今次是東道柱 它主辦的 G7就是包括美國 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意大利 總共有七個工業博 這個就沒有俄羅斯粉、沒有中國粉的 東道柱就是意大利 這個G7意大利峰會 就是弱勢領袖最後派對 因為有些外媒認為 就等於是很多 這幾個國家的 除了意大利 意大利這個媒樂 下來這位女士如日中天 有人形容她是意大利 計麥索里尼之後 另一位極右派領袖 有很多人對近年 西方國家的左膠治國 非常反感 現在就算美國也是的 都是左膠 拜登民主黨 你看看加州、紐約 這些 左膠州 會不會轉色呢 藍變紅 紅變藍 藍變紅 也是顏色 也是要講顏色的 說回這一場 在意大利舉行的G7峰會 為何叫弱勢領袖最後派對呢 因為有些外媒說 你看看七大工業國的領袖 中間站C位 所謂C位也就是C位 其實中國也是這樣的 很多地方 西方國家也是這樣的 七大工業國 其中間的就是主辦國 不是這張 是一張七角領袖的 有一個外媒政治新聞網站 還有Politico說 這一次在意大利南部 舉行的G7峰會 是近年來 那個陣容最弱的一屆 那理據是什麼呢 就是說 在這七個國家出席這個峰會的領袖裡面 大部分都是危危乎的 可能這次是他最後一次出席這個峰會的 就包括日本的首相 包括法國總統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還有德國總理 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蘇納克 他們都要為即將而來的選舉去拼命 至於德國總理 這個蕭茲 他的社民黨 就是左派政黨也很危險 這次面對這個 他應該上次是歐洲議會 那個選舉 就輸給極右翼的政黨 就是他的位是級級康藝 至於另外那個英俊總統 杜魯多 好像都以慶蘭山 至於岸田文雄 大家都看到他最近的支持度 是不斷下跌的 而自民黨九月要舉行總裁選舉 你誰做總裁就誰做首相 他那個民望是非常之低的 可能在自民黨裏面 就另外有人被替他的位 另外拜登 81歲 我最近 看到拜登的樣子都很詐欺 不要說他兒子的案子 已經定罪了 分分之下坐刑期都很長的 他作為總統 他可以特赦他兒子 但他絕對不會這樣做 公開綱都不會做 這班領袖 在G7這七個裏面 除了這位女士 回落來之外 氣勢如用 其他那幾位都是危危苦的 拜登極有可能會輸給特朗普 起碼他年輕過幾年 你看他氣息 34項罪名成立 所以是暗口費 他都棄定神閒 還有那個無款 那些有錢人 傍水給他 政治捐獻 拿了六七千萬美金 判定罪沒有多久 收多六七千萬美金的政治捐款 根據美國前駐北約的大使達爾德 除了梅樂利之外 G7峰會領袖全部都是非常弱的 杜魯多可能贏不了下次選舉 拜登也面對一場硬仗 至於德國總理 蕭茲的勢力 影響力一直在減弱 馬克龍委美不振 而英國首相 蘇納克 亦都可能地位不保 至於岸田文雄 亦都是 好像我剛才所說 接下來的自民黨的總裁選舉 會不會保住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問號來的 所以西方的傳媒 從這個角度去看 這套G7峰會有什麼意思呢 當然 大家都會關心他們發的聯合聲明 主要的內容是說什麼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世界很明顯 回到上一世紀 這個冷戰時代 當年蘇聯和美國兩大陣營 他們所領導的國家 那個所謂抗衡 這個是上一世紀 九十年代之前 九十年代之後 那個冷戰結束 接著就是中國崛起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崛起 這個所謂美中關係的一路惡化 那個冷戰就已經開始形成 美國 他年輕多 財洪世大 軍事力量又最強 絕大部分的民主國家 都是站在美國這一邊 老實說 俄羅斯怎麼會算是一個民主國家 即使他有選舉 他絕對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用民主國家 最低的標準 來衡量這個俄羅斯 他都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有選舉不肯是一個民主國家 中國就簡直是一個習近平一人獨裁的國家 他們兩個自然走在一起 所以你看看普京 最近這七個月 又一次訪問中國大陸 好像前後兩次了 還有就是和北韓的關係 所以這三個國家是燒了王子 是結拜兄弟 中 俄 加上北韓 就形成一個新的冷戰的抗衡的形勢 所以在這個G7峰會裏面 喂 中共和俄羅斯 他當然不會接受你的聯合聲明 大哥 這個已經很清楚了 即是 你通過什麼聯合聲明 發表什麼聯合聲明 對他們來說 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是吧 但是 這個我們看到 台灣 他會斷章取義 將這個 其中一聯合聲明裡面 提到台灣的部分 將它擴大 說西方國家支持台灣 這個峰會也支持台灣 等等 但是這個是好事來的 事實上 為什麼台灣會得到支持呢 或者至少在那個 峰會的聯合聲明裡面 有看到台灣的部分 因為美國的態度很清楚 美國的態度就代表G7的態度 就是這麼簡單 G7對台灣的基本立場不變 就是以前說過的事情 現在重複說一次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 現在這個 中華民國新的總統 總統府當然要表態一次 多謝這個峰會 對台灣的支持 一定是這樣的 其實七個峰會的聲明裡面 其中有一件事 我覺得 都可以拿出來說的 G7很明顯就是 在公佈裡面 有關中國和俄羅斯的部分 佔的比重都非常大的 譬如有關中國的部分 第一就是和俄烏戰爭 經濟貿易和東海、南海 還有人權相關的部分 和中國有關的 那個說法就是 在聯合公佈裡面 就說 G7尋求和中國發展建設性 和穩定關係 並且認識到直接坦誠交往 以表達關切事項和管控分歧的重要性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外交詞令 由於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作用 和全球貿易的重要性 必須合作處理全球挑戰 或者共同利益 保持接觸 但是G7對於中國支持俄羅斯 深表關切 呼籲中國 敦促俄羅斯 可以停止這個侵污的戰爭 以及立即完全和無條件從烏克蘭撤軍 並且鼓勵北京和基庫直接退化 中國對於俄國的國防工業基礎持續支持 使得俄國可以維持侵污戰爭 於是呼籲中國停止轉讓包含武器 零組件及設備在內的軍民兩用材料 這個就扯到另外一個我要講的話題就是 在瑞士舉行的這個所謂烏克蘭和平峰會 就是中國和俄羅斯都缺席的 G7的聲明提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他的態度立場是一致的 去到烏克蘭在瑞士舉行的所謂烏克蘭和平峰會 這些西方國家的立場也是一樣的 這次有九十幾個國家參加這場在瑞士舉行的烏克蘭和平峰會 連續兩天 十六號、十七號 在這個峰會舉行前夕 雖然俄羅斯沒有出席 中國也沒有出席 現在的西方國家就當中俄合作 在這個所謂侵污戰爭上 所以這就是等於我剛才所說的 你恢復回去當年的冷戰 有一個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個最好的藉口 早幾年還是說 單方面因為美國和中國關係惡劣 其他的西方國家 他被迫要支持美國 最重要的就是有香港問題 令到這個天下遺蹤的局面 即是認成了 你說你不斷在香港施行暴政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一個原本文明的社會 現在變成一個人間地獄 你說西方國家用他們的人權標準 或者他們的共同價值 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這個價值 那他怎會不關注呢 或者不出手 去制裁中國呢 所以這個是解不到的 另外一方面 經貿會繼續來往 經貿會繼續來往 另一回事 等於習近平 他都要繼續開拓歐洲的外交戰場 即使你有這個G7峰會 發的那個聯合公佈 對他來說很不老例 但是他都不可以放棄歐洲這個戰場 這個外交戰場 他都會做的 所以又是中國人那句話 世傾則絕利窮則散 始終就是一個世和一個利 國際政治就是這樣 沒有道義可說的 雖然有些所謂國際條約 或者好像這些峰會 他們的聯合公佈 可能會對一些國家 構成一種制衡的作用 或者大家共同信守的 維持整個國際秩序 大家共同信守的一些價值 以及一些具體的做法 包括剛才我們提到 聯合公佈裡面提到中國這個部分 但是這次有九十幾個國家 國家和國際機構 參加單位九十幾個的 出席這個峰會 這是烏克蘭被俄羅斯全面 入侵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 好了 在那個所謂烏克蘭的峰會裡面 關於那個普京 俄羅斯總統之前 他現在又繼續做總統 他做了一輩子 做到他瓜老陳為止 但是他說我選舉產生的 這個跟希特拉當年也是選舉產生 真的是 選舉產生 選了希特拉做領導人之後 然後變成一黨專政 很簡單而已 修改憲法 普京在這個峰會 即是烏克蘭和平峰會 舉行之前 就提出那個所謂停火的條件 但這些條件 烏克蘭和西方國家是不會接受的 這些條件包括 他就是說要烏克蘭 就是 撤出 被這個俄羅斯 就是完全撤出 四個被俄羅斯控制的地區 並且宣佈 放棄加入北約 大哥 這個所謂你控制的地區 是烏克蘭的領土來的 是吧 你要他完全撤出 這四個被你控制的地區 你侵略人 那這些條件 你用來做停火條件 那你只是用來搞 怎會接受這些停火條件 用常識想就知道 即是說你根本沒有意思停火 那烏克蘭現在有美國撐 有北約撐 他會接受你的條件 是吧 如果軍隊完全撤出 這四個被你控制的地區 烏克蘭地區 是吧 那他不就是投降 等於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另外就是 要放棄加入北約 於是在這個峰會裏面 幾個國家領袖都反對普京提出的 所謂和平方案 停火條件 那然後呢 在這個峰會裏面 即是九十幾個國家和國際機構 參與的這個在瑞士舉行的 烏克蘭和平峰會 也都發表了一份宣言的草案 主要就是重申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以及明確拒絕任何針對烏克蘭的核武威脅 這次俄羅斯沒有被邀請出席的 然後他最親密的盟友中國也缺席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烏克蘭和平就不可期 你想去停戰 可能性就非常之低 只會有兩個結果 一個結果 一個結果就是抗日持久這場戰爭 死的就是那些無辜的人民 以及前線的戰士 包括俄羅斯 都死了很多年青的士兵 這是一種罪惡 老實說 大家讀歷史就知道 戰爭就一定是死人的 到最後就逃離那些 利辱分心的那些 擁有權力的人 就是這樣 有些人有些歪論的 我們以戰 以戰爭來換取和平 但是當我被人侵略的時候 我肯定是血肉長城跟你拼命 等於中國當年八年抗日戰爭 那是不是血肉長城 就真的要跟你打來換取和平 你不打哪有和平 你不夠砌就被人消滅 這麼簡單 所以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明明是你去侵略人的 所以為何現在以色列 他本來 頭上還有光環的 因為你 你就去 偷襲他 而且夾了他這麼多人 但以色列一定是這樣的 你殺我一千我殺你一萬 現在就令到你 巴勒斯坦變成一個重災區 是吧 加薩地帶死人無數 於是那些左膠就 一年都譴責以色列 中國人都有句話 先鳥者戰打死無捐 這是一個很悲哀的一件事 那你看烏克蘭的老百姓怎麼搞呢 俄羅斯上戰場的士兵怎麼搞呢 那些家人是嗎 所以這些普京也好 扎倫斯基也好 甚至在那裏支持這場戰爭的人 所以是 所以台灣真的不能打仗 大家看看 這幾年而已 是吧 一個俄烏戰爭 一個中東 這個戰火蔓延 戰火蔓延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死人 就是很多家庭 家散人亡 這個不是左膠思想 大家不要搞錯 全部都是和權力肉有關 古往今來的戰爭 是吧 都是和權力肉有關 包括所謂的宗教戰爭 宗教戰爭 種族戰爭 內戰 全部都是和權力有關的 是吧 那普京這個和停火協定 就是不停火 是吧 因為明知對手 或者支持烏克蘭的國家 是吧 或者現在正在開這個 和平峰會的這些國家和國際機構 是吧 他們都不會接受這些條件 是吧 所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就說 他說普京非法佔領了烏克蘭主權領土 他沒有權命令烏克蘭必須採取什麼行動 才能夠實現和平 這個是美國的立場 美國國防部長 那意大利總理梅洛利 這個極右派的領袖 他不用說了 他批評普京的方案是政治宣傳 是吧 作為一項談判建議 如果你說要烏克蘭必須撤出烏克蘭 是沒有效的 至於英國首相就說普京 編造了他願意談判的虛假說法 歐盟的主席就認為 在外國軍地佔領烏克蘭土地 情況下停止今次的衝突 不是解決的辦法 所以外國軍隊佔領烏克蘭 指利俄羅斯 就是說 俄羅斯仍然佔領烏克蘭土地的情況下 再停止今次的衝突 這個是不是解決的辦法 當然這次封會對習倫斯基來說也是打了強心針 其中一樣是有錢的 G7之前已經同意要動用俄羅斯被凍結的資產總共三千億美金 用他的利息來向烏克蘭提供五百億美元的貸款 這個其實就是在2022年2月 當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 七國集團和歐盟總共凍結了俄羅斯三千億美金的資產 每年大概可以有三十億美金的利息 這些錢就被虎了 這個就是我們簡單地分析一下這兩場峰會 我們今天把這個放在頭上 因為這個都是知識體大對國際 現在的所謂和平與戰爭 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一言以弊之 現在就有冷戰 有兩個地方去戰 整個世界又是一個冷戰的局面 接下來又有很多選舉 大家最關心的那場一定是兩個老爺 拜登和特朗普的這場再次總統大戰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是看好特朗普的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是看好特朗普的 早兩天和我在美國回來的兒子談的時候 他說他兩個都不喜歡 但投票了一定投給特朗普的 他說拜登你看他的樣子 老到已經不是老的問題 但是開始有一點點 就算幕僚寫好一些稿給他去讀 都是有機會讀錯好的 這個就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美國從來沒有試過一個總統 年紀好像他這麼大 那些人在想民主黨真的沒有人嗎 是嗎 那些人又不是啊 他現任總統他跟特朗普組才能組 其他人都沒有組 那我覺得也有未必 所以十一月這場選舉都好看的 好我們休息一陣先 讓我喝一口水先 來吧